- 爸,干嘛去啊? - 我出去散散步,今天晚上的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 - 爸,你怎么又不在家吃饭啊? - 昨天晚上也不回来吃,你怎么回事啊最近? - 就是啊,你这干嘛去呢?天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 爸,你以前老是拉里拉里,我还嫌弃你。 - 现在怎么那么讲究了什么时候,你看看,他穿得比你儿子都帅。 - 爸,你这哪呸那香水啊?臭鼻子。 - 懂个屁,这会儿得体香。 - 看过黄厨哥哥吗?里边有个香菲。 - 奶奶带来你,我走了。 - 咱爸最近怎么回事啊这? - 我也不知道。 - 你身上没有香味啊? - 你身上有啊! - 那,那,那咱爸怎么那么香啊? - 秋香,咱爸这不是香没香的事。 - 你看这几天,他总是早吃晚归的。 -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事瞒着咱们呢? - 我看也是,你看他整天大班的,那么讲究,皮鞋都登上了。 - 该不会是。 - 是,我知道,发吹了。 - 什么呀,那叫黄昏链。 - 被你说的怎么那么俗气。 - 俗气不俗气,想妈妈啊,闲了,跟踪他。 -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先回家。 - 小口味都喷上了。 - 哎,秋香,秋香。 - 哎,门剑。 - 这么巧碰见你了。 - 怎么了门剑,你说。 - 你把欠我的钱还一下呗。 -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 你爸没跟你说。 - 我爸。 - 你爸呀,这一段时间老是带一些老太太去我西餐厅里吃牛排喝咖啡。 - 他都是牵着蛋,说到时候让你还,没告诉你啊。 - 还带老太太去啊? - 还吃西餐,牛排啊。 - 门剑哥,我爸经常去吗? - 也算不上经常吧,反正。 - 一个人妻能去我那儿有个五六次。 - 总共欠的也不多,有三万多块钱。 -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 门剑哥,那我回头跟那个小文说说,到时候让小文转给你行不行? - 行。 - 那我爸最近这两天有没有去啊? - 昨天下午还去着呢,身上喷的那个香水,那就个香啊。 -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 那行。 - 那我爸这,你太过分了。 - 还让我们替他还人,他出去破老太太。 - 哼。 - 哎呀,小文。 - 干嘛啊,说了。 - 我跟你说话事,我刚才回来的路上碰到门剑哥。 - 他说咱爸天天约着老太太去他的西餐里面,你做好。 - 啥? - 天天去他的餐厅吃西餐吃牛排,欠了三万多,让我们还账呢。 - 还说每次带的都不是同一个人。 - 不是同一个人? - 哟,这老头能耐啊,比我强啊。 - 关键是欠了三万多块钱呢。 - 三万多呀。 - 你说咱爸怎么这么舍得一辈子哭哭哭嗦嗦的。 - 你怕啥? - 咱妈叫得优了养老金,他手里面又不是没钱啊。 - 问题是,他签的都是咱们的单子。 - 他哪有钱付啊,就是让我们替他还着呢。 - 什么?签的都是咱们的名字,咱们的单子。 - 这老头子太坏了,回来看我怎么收理的。 - 那门剑哥还说。 - 说啥? - 一个星期都去五六次了。 - 一个里面只信一天。 - 那咱妈身体能受得了吗? - 哎呀,那管他呢,反正才在这儿下去,我是受不了。 - 三万多,我的妈呀,都够我们吃一年了。 - 哦,行,行,行,下次再约。 - 好,好,好,关了。 - 哎呀,没事,秋香,找到一个更好,到时候能找到一个婆子。 - 秋香,待会儿。 - 爸,你还知道回来呀。 - 这话说的,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 那我们做的饭,这哪有牛排有味道呀。 - 爸,你还舍得能回来呀。 - 爸,那女的长得漂亮吗? - 哎,这还用问啊,要是不漂亮,咱爸还能天天不着家呀。 - 喝了那么多咖啡,难道都是白喝的。 - 你,你没连个,今宝知道的? - 要不是我碰到门剑哥,我们现在都还闷在鼓里呢。 - 爸,爸,那有没有年轻呢? - 我介绍一个。 - 瞎说什么啊? - 看玩笑的,你看,秋香。 - 不是,我这是谈谈对象而已。 - 这不是找人家给你介绍的吗? - 当然要请人吃饭了。 - 行了,还不够丢人呢。 - 行了,走了,秋香。 - 爸,你这样我们可不问你了。 - 说什么啊,现在都已经晃回来了。 - 丢什么人啊? - 哼,我还去摊我的药。 - 门庆。 - 门庆。 - 门庆。 - 哎,你在数钱呢? - 咱们家里没米了。 - 你说,给我两张让我去买点家里用的东西。 - 还有菜,家里都没有做饭的东西了。 - 没有,你不过去你娘家要钱买啊。 - 跟我要什么要啊? - 那这是咱们过日子呀。 - 跟我娘家,你怎么好意思张开口啊。 - 你是跟我过日子,不知道给我省着点啊。 - 门庆。 - 你这其他地方可以省,这吃饭怎么省。 - 再省一天也要三顿饭呀。 - 别跟我在这叽叽歪歪的。 - 没钱。 - 那桌子那不是钱吗? - 你不给我花,给谁花呀。 - 那是我的钱。 - 想花我的钱。 - 你怎么想的呀你。 - 那我们是两口子。 - 你说,咱们这是过日子必须花的钱。 - 必须花的钱。 - 必须花。 - 求香啊,求香。 - 你说说你。 - 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 花的什么呀? - 恶心巴拉的。 - 就你这样的黄脸薄一个。 - 整天吃我的喝我的。 - 你觉得现在的你还配得上我吗? - 实相点啊,咱俩就离了。 - 海锅任一月,天靠任领飞。 - 我可不希望啊,因为你这一个狗一巴草,浪费了我的大好青春。 - 门庆,你说咱们就好好过日子呗。 - 你说我哪里没伺候好你吗? - 你说家里那家伙什么都是我做。 - 再说,那以前没结婚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 以前是以前。 - 现在是现在。 - 以前老子穷。 - 现在我有钱了,你知道吗? - 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一万。 - 你知道一万是什么概念吗? - 就你这种垃圾,还想攀我这样的高枝。 - 我打死你。 - 门庆,那不正好吗?你可以挣钱,我帮你料理好家务。 - 料理好家务? - 我需要你吗? - 你也不愁愁,你这造型,典型的一个农村妇女。 - 像我这样的条件,什么好的我找不到啊。 - 你啊,识相点,就把这个离婚证给我办了,赶紧滚蛋。 - 那咱们也不能离婚呀。 - 你说咱们这刚过没几年,离婚了,那我怎么办?那人家不笑话我吗? - 你怎么办?那是你的事,跟我有关系吗? - 门庆。 - 刘秋香啊,刘秋香,我问你,这婚你是离还是不离? - 不离,不离的话,老子打死你,再找一个。 - 门庆,不能离呀,你离了我怎么办呀? - 你说,那刚刚是,你对我多好呀? - 这为什么要打我呀?为什么要离婚呀? - 不离是吧? - 门庆,门庆,门庆。 - 不离,我让你,我让你,我打死你。 - 你,你打我干嘛呀你? - 打你干嘛?你说我打你干嘛? - 门庆,门庆。 - 门庆! - 门庆,门庆,门庆,我这干嘛呀你?放开我。 - 怎么着啊?还想吃我的喝我的让我养着你啊?门儿也没有。 -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身份,我现在什么身份? - 那你不能打我呀? 我问你 离还是不离 不离 不离 我让你不离 我踢死你 踢死你 我打了 堕死你 你就不能让老师 不喝了吗你 给我挤了 离不离 不离今天老师掐死你 刘秋香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你知道吗 是你逼我的 你别怪我 秋香 好长时间 没来看过我了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今天 去看看他去 你记好吧 下辈子偷个好胎 没事 没事 干什么你 怎么当秋香你 爸你来了 没事 这是 我俩 夫妻一点 小生活小情侦 说什么呀 我都看到了 不来这样 说 爸 他打我 我说给他用点钱买米 买菜 他就把我抱他一顿 他说 要给我离婚 要给我离婚 再找一个 爸 你得给我做主 说给我注意点 怎么说 我呢 明星 你当着我那么点 竟敢你威胁我闺女 当初 你结婚的时候 因为你家穷 财力 我一分钱都没要你的 当初 要不是你答应 对我闺女好 我能不能让他嫁给你 以前是以前 我现在身份不同了 我有钱了 你有钱了 你还知道说 你知道你的钱 从哪儿来的吗 你的工作 要不是我 抛前抛后 你能有这份工作吗 你能挣到这么多的钱吗 现在 竟敢 对我 女人这个样 行 你等着 你的工作 不用了 走 秋香 秋香 这可怎么办呢 这 好不容易找了一个 公司这么高的工作 这是自作孽啊 救一家